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创园区 文创园区 开店计划 成功扶植文创品牌进驻 文创这些东西已经快要消失了 对 我们希望觉得说 可以再多一点进驻一些东西来我们这边 旧酒厂除了可以看到以前遗留下来的机器与厂房 在这里也有几间很有特色的小店家 在这里坚持自己的小小梦想 像是甘草花作品 是由两个都是作片子的姐妹共同经营 期待能在这里展现出花儿的第二生命 在这里还有一些文创的小摊 贩售着嘉义在地的文创工作者所创作的作品 这边设计的其实还不错 所以如果说大人小孩都可以来这边玩 然后我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大型的展览 然后可以多吸引一些人潮 嘉义文创园区近期才慢慢发展起来 来这里游玩的观光客 都期望有更多的厂商进驻 也期望有更多的展览 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来 让嘉义的观光能发展出去 中华民国市藏者家长协会 为市藏者举办了一场导盲犬与疗育犬的介绍活动 希望让市藏者与狗狗有更好互动 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能够去申请导盲犬作为生活辅助 我们都了解狗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 那其实我们很多市藏朋友 并不太了解各种狗狗 那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让市藏朋友除了接触 他们所熟悉的导盲犬以外 那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像治疗犬 那一方面是希望让我们市藏朋友 可以跟狗狗有更好的互动 那未来有机会也让更多的市藏朋友 愿意去申请导盲犬 好尖匠喔 我觉得真的看到治疗犬 我觉得他的社福好可爱喔 那大家对治疗犬有什么 我有点想要一直导盲犬 而且我没看过治疗犬 然后我有点怕狗 可是我想要导盲犬 所以真的想法太冲突了 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 来看治疗犬以后可能就不怕狗 是吗 那你只要你今天觉得 都知道吧 不是很可爱耶 有啊 我觉得有一只狗就在那里面 那只狗超可爱 整个愁笑不会说 这次的主办单位是 中华民国市藏者家长协会 其实在台湾很多的市藏者 是后天性的 可能市藏者本身 或者市藏者的家庭的成员 都不晓得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在这里 那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那今天只是借这个机会 也让市藏者朋友了解 所谓的导盲犬 那将来也是可以帮助他们生活的工具之一